必死无疑啊 来车了 等一下 从现在六倍镜里可以看到 桥头冲过来一辆过桥的马钉 由于跑毒的原因 加上桥上风频浪静 敌人一定会全速前进冲过桥头 如果用16来扫敌人的话 我没有100%的把握将敌人击杀 那么如何100%的击杀高速行驶的敌人呢 让我们来简单的计算一下 可以看到我身上有一颗破皮手榴弹 手榴弹拉开保险到爆炸的时间是7秒 敌人的车速大概是每小时100公里 以至1米等于3.6km 那么100除去3.6约等于27.78米 也就是说敌人1秒可以前进27.78米 5乘27.78米等于138.9米 我距离翘头大概250米 250-138.9米等于1111.1米 111.0米除去27.78米 也就是说我只要等敌人上桥行驶大约4米 最后拿出手榴拉开保险 捏住手榴3.9秒扔出去 3.1秒过后敌人的车会跟手榴一起爆炸 所以这波敌人必死无疑 我真是天才 搞错了 再来 也就是说我只要等敌人上桥行驶大约4米 随后掏出手榴拉开保险 掐住手榴3.9秒后扔出去 3.1秒过后敌人的车会跟手榴一起爆炸 所以这波敌人必死无疑啊 好笑 我是认真的 我是大师兄 点个关注吧 鸟对 1.10秒下 2.11秒下 凌晨 1.11秒下